一大早上学时间 民众直击拍下一辆砂石车 围停在国小侧门外车阁 不过仔细一看 这其实是家常临庭接送区 一旁还有不少父母 正在送小孩上学 不过这个景象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 而且不止砂石车 甚至就连拖吊车也来卡位 围停时间还正好都是 孩童上下学时段 让家长直呼实在太危险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新庄 头前国小旁 民众控诉附近工厂以及建案 长期将家长临时接送区 当作大车专用卸货区 甚至还有驾驶 大啦啦在车上代速催忍器 害得不少人为了接送小孩上课 不得不定台行车 不过其实一旁告示牌 写得很清楚 平日上学时间 三个时段只供临时停车 为者将依法处六百元以上 一千两百元以下罚还 本分局至今年一月份 至今已告发七十七件 警方将持续巡逃及告发 对此警方表示 后续也将加强取缔 守护学童上下学用路安全 另外也提醒货车驾驶 若是贪图一时方便 吃上罚则恐怕划不来 三立新闻江文贤 赖心仪新北采访